有两个韩国YouTuber 近日就来了香港玩 由于他们头三天因为皇马 不可以堂食 只好周围野餐 他们就赞安心出行好用 而南马之后 就立刻去到奥偶吃早餐 第一次试冻领茶 认为冻领茶有独特魅力 但奥偶的食物 就没有想象中惊喜 下次就未必会再去 他们又试了在Apple Store买iPhone 但因为要等十几天 以及不可以在门市自作而失败 结果就在网上成功找到卖家交收 之所以不给韩国买 又指当地发售的iPhone 不可以放商卡 影响又一定要有声 所以香港的iPhone 意外感成为韩国游客的另类手信 他们晚上就到了迷线店吃酸辣粉 还大赞话好吃 说云南的麻辣汤底 配凍领茶真是一个绝配